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这边有个Sample 就是这边有多一个地址查询 当我按下它的时候呢 它会跳出一个请输入查询关键字 那这个应该指的就是地址 或者你可以查其他栏都可以 那我讲过了 这个查询 不只可以查文字 可以查数字 可以查日期 都可以 那我们这个的话 就是查比如说忠孝东好了 这忠孝东路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忠孝东路 那我想要知道说 有一些哪些会员 他住忠孝东路 刚好这也许是我要行销的对象 那我按个确定之后 我希望他能够帮我新增工作表 并且把住在忠孝东路那些会员 通通都帮我放在那里面 按确定之后 实际上这个就是跟资料库 以前你放资料库查回来 其实道理一样 那你干嘛绕一圈吗 你干脆就是Excel 来当资料库就好了 查询也在资料库 新增很简单嘛 新增在资料库 删除修改都可以在资料 在Excel里面完成 好 应该就没有 没有 有时候小资料就不需要说 还要到资料库里 按确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工作表 并且帮你把忠孝东路 你住在忠孝东路的所有的会员 都帮你找出来了 OK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设计像这样的一个 简易型的查询系统 里面的话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不过实际上如果你要自己写Apple麻烦的 那这里的话我主要是利用什么 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查询 特别主要在Excel里面查询 我想最方便的应该是用筛选 这个筛选应该各位都有用过 筛选按下去之后的话 游标通常会放在第一列的某一个储存格 然后你按筛选之后 它会在上方出现一个小箭头 如果说你要针对的是 地址这个栏位做文字筛选 那如果要关键字的话 记得用包含 有没有包含 那你不要用等于 因为等于的话 变成你要一整串全部都等于 里面的资料的话 它才会出现 那如果是关键字 通常指的是包含 也就是说呢 有这个关键字的时候 它会帮你筛选出来 没有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呢 就不会帮你筛选出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找找什么呢 假设我今天要找忠孝东路 那假设这个 那我怎么找呢 文字筛选 包含 把这个关键字贴上 按确定 这个时候它只会留下这个 但是问题来了 筛选它没有办法帮你把它记下来 你必须要怎么样 自己动手动把它记 那所以手动什么 游标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做什么呢 选取对不对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意思就是说 把它查到的东西先选取 Ctrl C复制 再来怎么样 新增一个工作表 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栏宽不对 常用里面 我习惯用 常用里面的 这个储存的格 不是更正一下 应该是格式里面有一个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 把这个栏宽帮你稍微调一下 调整OK之后的话 然后呢 把这一个工作表名称 改为中校中路 这边有一个 不能重复 所以把旧的这个删掉 点两下 把那个名称 把它输入上去 输入上去之后的话 再切回去 那这个流程就完成了 把最后再怎么样 把它切回去 切回去之后 记得还有一件事 他现在在筛选模式 所以切回到资料 把筛选 记得怎么样 取消 OK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一个流程 最后你可以 有选取嘛 所以在旁边点一下好了 OK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一个流程 可是 如果说你下一次要再查 那你要再一次 很麻烦 所以你如果说 希望 可以把这些动作呢 全部 串联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按钮 可以让你查询的话 第一个 你可以先在开发人员里面 把刚刚的动作 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呢 特别之后 录的时候也不能乱录 一定要照 我在云端上面的那个动作 我在那边给各位一个参考的流程 因为我怕各位 只要一个小动作 没做对的话 那后面的话 就会 就会有问题 所以在这边 有个叫地址查询的 那我的动作 基本上就是 一 油标放A1 其实你放J1也可以啦 只要在 第一列上面 第二个 按筛选 它会帮你录哦 有没有 你就录制聚集之后 一 就放这个 二 筛选 三 筛选的时候 记得输入关键字 那关键字的部分的话 一般会出现中校东路 但是这个中校东路不是每一次都是要查中校东路 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变数 也就是将来你可以再去更改这个变数 然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录下这两行 复制 新增一个工作表 最后的那个工作表名称 可以把它改成你变数名称 贴上 自动调整栏宽 再切回到原来的工作表 取消筛选 结束了 OK 大概流程是这样的 所以呢 等一下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参考一下 我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一个 这个 这里面的那个 应该是 然后呢 在做那个地址查询的聚集录制练习 我把它贴在这边好了 好 那这个还蛮好用 以后如果你不会的功能 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帮你产生 我把这边稍微 OK 好 那这个先试试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话 我把那个整个流程run一遍给各位看 你们先 大概了解一下 第一个筛选功能 第二个 怎么样 可以帮你把你要找的资料给找出来 好 不见得一定是文字 像数字 日期都可以 好 那里面的步骤 你就照这个先做做看 好 然后等一下呢 如果做的熟了之后的话 可以先把它录下来 好 那录下来之后的话 它一定会帮你录出那个我大概类似的程式嘛 记住就是自己再加注解 因为这个注解是我加上去的 那我大概把它分成九个步骤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录完之后 只要再修改三个地方 一 增加一个input box 二 把它的条件 改成我输入的这个条件 三 把工作表名称 改成你输入的名称 这样的话呢 就会是一个查询系统 好 所以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以后的话 如果你希望 你 你的 Excel里面 你尤其是经常要需要查询的 那个资料 尤其有必要 你就多一个按钮按下去 输入一下 自动就把你产生了 好 那这样子不是非常方便吗 那当然还有衍生性的 但后面其实还有啦 比如说批示查询 比如你建一个清单 自动全部帮你查完 放在你要的那个工作表里面 不过这个 大概是进阶的版本 这个 也是从单次 变成多次 那很多事情 你只要有清单 你就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帮你查完了 这样子其实还蛮方便的 每天自动帮你 全部产生 你要的那个工作表 这感觉其实还蛮棒的 只是这个 是有点难度啦 不过 这个批示的是从单次衍生出来的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说 地址查询这个部分 先了解一下我刚刚讲的动作 然后呢 试着把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 接下来 就录制看看吧 先录制聚齐 那聚齐的名称也许叫地址查询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 那做的话 你就先在练习之前 先试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第一个先录制聚齐 那名称的话 也许你可以直接打一个名称的 或者是 我先用预设的 等一下可以再修改 那我们游标先放在哪里呢 先放在第一列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也许你在追外也可以 然后再做什么 做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筛选之后的话呢 这边点一下 文字筛选 包含 包含里面的话 你就打一个那个关键字 比如说中校动路如果用过的话 记得就用别的 比如说用那个 假设是 人爱录好了 OK 那将来这个关键字可以 这个里面的字 其实你可以再修改 按确定 然后游标放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trl C 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 先把这个名称给改一下 叫人爱录 但是这个将来 这个动作 你可以把它改成 是活的 就是说自动力取得 那把它贴上 Ctrl V 再来呢 栏宽自动调整 在格式里面 自动调整 栏宽 应该是栏宽 刚刚点错 好 那再来就把它切回到 原来的工作 原来的工作表 做什么呢 筛选 的取消 那也许 游标再点回到J1 好了 多一个动作 就是RangeJ1 点Slater 好 这样子就做完了 好 当然你要制要彩排过了 要顺 不然的话 不要卡住 然后录到不应该录的 你可能要删掉 不然的话 然后这个 最后的话 记得就是 停止录制 再来来到聚集的地方 点一下 那刚刚我名称没改 叫Mark 1 OK 编辑一下 那里面要做什么呢 你可以把这个注解先拿掉 上面名称你也可以再变更一下 比如叫叫那个 也许叫地址查询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再加注解 注解的话 我这边是1做什么 有没有 1的话是 游标放在J1 2的话呢 是做筛选 筛选范围的话 这边会多一个 那个AutoField筛选 然后再来的话 在游标放在A1 这个地方 做那个什么呢 做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来就Copy了 我想这个你自己再去加注解 注解的话呢 当然只要你 主要是你自己看的懂为原则 那这边的话呢 在选取再贴上 所以DD有 依此类推 然后这边贴上 这边有一个ActiveSuite 点Pass OK 然后呢 这边就是什么 AutoField 其实AutoField就是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 然后最后再 切回到原来的那个工作表 第八 再做什么 取消筛选 所以这边的话 第九 大概是这样的 流程 那最重要就是你 加上注解之后 还要再修改三个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做到什么呢 变成是那种互动 就是说呢 可以输入关键字 那特别是有改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 一 增加一个Input Box 所以请你在 这个上面增加 自己要打一行 这一行的话是加一个S好了 S 等于什么呢 Input Box 也就是说呢 这个Input Box 是你自己可以 就是让使用者输入一点东西进来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中间的话 给他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的话呢 叫请输入关键字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 他输入了什么东西 会丢给这个变数 S 那关键字特别注意哦 只能爱录 有没有 请注意 START就是 不管开头是什么 不管后面是什么 只要有人爱录 这一个关键字 都帮我查出来 可是将来不能是固定的 请你把它改成S 那S你不能直接把S打上去 你必须怎么样 切开切开 移到中间 And And 移到中间 这样给S 方法不是跟 什么呢 跟那个 I一样吗 对不对 其实以后 反正你只要 加变数 到字串里面 的动作 都一模一样 OK 没有不一样哦 OK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S切开来了 以后的话 它就会查什么 自己去给它一个条件 这个叫 Criteria 就条件 参数 然后 Fill的这个就是 第几栏 所以将来 如果你不一定是查 第十栏的话 你也可以去变更 这个都可以变更的哦 然后后面还有个什么 Operator 这个就是说 你要不要 第二个条件 比如说你有数字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 也可以有两个以上的条件 然后这个应该没有 你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 有没有 To write To done 就把它选起来 Copy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说它会帮你增加一个工作表 那增加工作表 实际上就是用 Choice物件 里面的什么 点 Add 新增嘛 新增到哪里呢 新增到最后面 最后面的意思就是这个 Choice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会有个属性叫Choice.com Choice.com的意思就是说 最后那一个 总共有几个的意思啦 Choice 工作表 点 Cong 总共几个 OK 那请你把中间这一行删掉啦 因为这一行是多的 Name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S 可是会有个问题哦 诶 那这个地方 如果把Choice5 那永远都Choice5 不一定 所以请你把 这个Choice5改成Choice.com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增加的那个一定在最后面 所以最后面那个的名称 请你把它改成S 点Name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重新命名 所以你只要看到 什么Choice最后那一个 你可以指哪一个啦 那因为我是最后那一个 帮我重新命名 命名成什么呢 就是我输入那个名称 OK 改完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三个步骤哦 这个应该不是太太复杂了 但是可能要一下子弃起来不容易啊 但是就是不用背的啦 这个都没办法背起来 其实我做就是不一定要背啦 你就是三个地方 这个改一下 还要改这个 原来中间有一行哦 你把那一行中间那一行删掉 OK 改完了 改完之后 我们来test看看哦 那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名称 我妈可以好改一下好了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了 叫2好了 OK好 那来试一下哦 看看OK呢 其实基本上改完之后哦 你也可以增加一个按钮哦 那再来的话就是直接执行 请输入关键字哦 输入关键字哦 这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不要有一样的哦 你不要再输入仁爱路或宗教动 为什么 因为同样的名称不可能有重复 怎么办哦 不过这个程式可能还在多写一个步 就是判断里面有没有跟你输入的名称一样的 如果有一样要怎么把它删掉 可是这个可能今天应该来不及了 这个在未来或者你们有兴趣到我channel去看一看 有这种 你或者你channel上面打一下 如何删除重复的工作表 应该会查到我的影片 因为我之前教蛮多类似的 OK好 那比如说呢 查什么信一路好了 信一路 OK 然后按确定哦 他会怎么样呢 会先把这个东西 InfoBuzz传给S 然后那个S再传给那个什么 筛选的那个条件 有没有 查完之后 Ctrl-C Ctrl-V 贴上这边 调整一样栏宽 这个中间有多一个新增工作表 是第三个 然后把名称改过 好来看一下按确定 有没有 切过来 这个时候呢 信一路就有了 信一路就OK了 好 那其实基本上流程大概这样 第一步 录制聚集 照我那个步骤做 把不要不需要的多的删掉 然后加注解 第二个 修改 三个地方 哪三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这三个地方 应该 不难记 一 二 三 就这个地方 不然这个可能要记忆力好一点 如果忘记没关系 回家 再repeat这个部分 我想 应该没有学不会了 最重要是你们要有时间 我是怕你们平常白天太辛苦了 晚上回家就已经昏昏欲睡了 然后假日又可能又要家里又要出门 你又没有时间呢 所以很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是这样 查询系统 那可能还有一些延伸性的学习 比如工作表里面 当然不只是单查一个 一般的性的需求就是会有个清单 我可能会有很多 比如说中校东路 仁爱路 信一路 和平路 一堆路 最好按一下 全部都帮你查完了 或者是各县市 比如说全省多少县市 一个清单 住在哪里的这个会员 自动帮你一个 就放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就不可能说只有 那怎么办 就是这个衍生 单次变多次嘛 只要有个清单 自动去查完之后 帮你产生一个 那这个当然很多 还有利用 就是如何删除工作表 这个部分都是工作表 其实就是许证物件的应用 那其实我们入门课程 用最多的是像Range跟Sales 或者像Rose Colors 那其实以Sales VBA 它的概念是这样 如果你要达到 自动化的目的 你只要懂得 基本的这些物件的操作 你大概就可以做完了 比如说新增工作表 add到哪里 after后面 最后面 那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就是许词 哪一个许词 点delete 要copy 点copy 有没有 其实它有名称 点name 其实 你只要到那个 说明里面呢 去找一下许词物件 它有哪些方法 跟哪些属性 那其实就差不多了 把这些属性跟方法 会用的话 就应该 基本你要自动化 就没问题了 大概是这样的 那再来可能就工作部了 延伸信息非常大 或者甚至 还可以再延伸那样图表 表格 或者等等的 那这样子的话 通通搭配起来 其实很快 做出一个大量的自动化 那因为这个学期 时间其实非常的有限 那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们要把这所有的东西讲清楚 当然不太容易 那我特别强调说 一定要实做 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实做 只是用看的 要把它学会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讲的 我以前学写程式 我看很久 但是总是学